就是在美西方呢 像制裁俄罗斯一样 对中国进行制裁 毁边形制裁的情况下 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 特别在重构产业供应链的方面 那一定要把台积电 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 抢到中国手里 因为这个他现在要再加快 向美国转移啊 要在美国建立六个厂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个转移的 这个目标啊全部实现 第四呢我们要公开的 就是以各种方式呢 支持在这个美国集中打压的中俄 这个之间呢 我觉得要公开的 合理的 尽一切所能的 对俄罗斯进行支援 比如说最近中俄的这个联合空眼啊 等等啊 我觉得还可以在贸易方面啊 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那么使中俄通过一带一路和欧亚 就是普京提出来的欧亚大联盟对接啊 形成我们的战略纵深代 形成我们四处之处经济带 那么作为我们的能源安全带 那么作为我们的这个 今后呢 一个重大的安全屏障 我们下一个重大的 好